但是口语题库又是属于那种 你准备它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因为它题目就这么点 对不对 它是固定的 所以你学它是投资汇报率比较高的 这个时候你要再好好的把控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你要分优先级 哪个我好好学哪个就还好 这个时候你主要考虑的是part2和part3 你怎么去区分你的经历 因为part1你是一定要好好准备的 那个是你考试的时候第一个考的题目 对吧 所以它非常重要 如果你part1没打好的话 你到后面会非常的吃力 主要是心态很多时候就崩了 千万不要那样 所以你part2 part3怎么去看呢 首先part2你给自己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你尽力而为就行 因为很难有人在part2 可以就是说答的特别出彩 就这种人很少 而且基本上你考官也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care这件事情 你只要不跑题 这个很重要 你别跑题 也就是他问的那些小题你都答了 然后有一些题目真的比较tricky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第四里边 我会给你标注出来 讲的时候我们会给你讲 然后你时间要够 也就是说他给你两分钟时间 然后你hopefully是超过一分半的 对吧 如果你没超过一分半肯定不行 但如果你抄你到两分钟 他打断你的时候 有的题目没答完 得算跑题 所以这都是你需要考虑的 时态要对 故事合理就行了 故事合理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他网上来对吧 什么一串十一串十五 就那种一个故事给你 或者一串五十的都有 哎呀 就是那种东西你掌握不了 就是能掌握的人 就是靠一个故事 可以掰出五十道题的人 他不需要去背故事 你懂吗 他的英语水平已经很高了 甚至他写故事的水平都很高 对不对 你想想你拿中文 能不能迅速的把一个故事掰到五十个故事 你能吗 对吧 能符合到五十个题目 你很难的 对不对 所以你那样去准备的话 到最后只能是原地爆炸 对吧 因为故事不可能合理的 你放心 考官一听就知道 你就背了个摸板 然后你就想拽在这 对不对 不合理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拿到一个五分击一下 那个就非常的惨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 是准备十十二个故事左右 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部分的题目 就是你只能单独准备一个故事 没有办法 对吧 因为他就是跟别人谁都不搭 但是有的题目呢 他相对来说可串的能力比较强 我们就尽可能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整体来说 你还是要背这么一些 或者是准备这么一些故事的 然后呢 重点是你故事合理 才能保证你拿到那个六分级上 OK Part 3的话 就是畅所欲言 展现语言的组织能力 就是他有很多是考察你的东西 Part 3基本上呢 是给你提分的一个项目 那么对于保小分六 也就是你口语 反正你就需要个六分 你最先要保证的是 你的Part 2都有准备 而且那些小题你都看到过 也就是说 你考Part 2绝对不能跑题 那你基本上分拿到了 就六分拿到了 Part 3的话呢 保证都见过 见过的意思就是 有的Part 3题目 真的比较抽象 对吧 那你可能说 不是那种特别 能侃侃而谈的这种人 你可能他问你一个问题 你根本都 你连中文都不知道怎么答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尴尬 所以对于六分的你来说呢 学我们的课程 主要就是保证 反正你Part 3每个题都见过 就行了 对吧 到时候他问出你 你不一定能答得 我那么好 但是你大方向上 能给他聊会儿就行了 对于冲7的小伙伴 你的Part 2 不需要再付出更多精力了 因为 technically 对吧 你现在已经有个 6分6.5的水平 代表你Part 2也没问题了 你想提很难 你想靠Part 2提很难了 这时候你更要 考虑的是Part 3 怎么着能讲出 更好的逻辑 和更好的内容 那么呢 我们的这个 语料里面 你就一定要好好学 那些红体字啊 然后保证 我们这个题目里边 逻辑你是顺下来的 对吧 那在做笔记的时候 你可以把中文的那个逻辑 用那种bullet point 对吧 就比如说两个字 然后两个字 两个字来概括我的那个思路 这样的话呢 之后你在复习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题 你看一下思路 然后呢 你看能不能用英语 自己讲出来 这样的话呢 是对你最有帮助的 OK 最好的一个练习的方法 在Part 3 嘈杂地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Part 3 Do you think it's good for children to make noise 你觉得小孩 发一些噪音 是好的吗 其实这个是 innevitable 对吧 就是你小孩 肯定是 就很吵 然后 那主要 就是当然你也看 他是多大年龄 对吧 他只说children 而children 既有可能是baby 有可能是toddler 有可能是teenager 有可能是youngadult 对不对 因为其实 说白了 都还属于todd 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啊 我们还是要说 i depends on the age group 然后呢 这个时候 用depends on的时候 你就可以 对吧 讲至少两个 category的人 比如说 for babies 我觉得OK 对吧 因为他们正在 他们非常的好奇 他们正在学说话 这个那个的 然后呢 for maybe teenager 他们就不应该 对吧 因为他们已经懂 人生是怎么样的了 OK 好 那么我看一下这个语料 depending on the age 对吧 你看你周边环境 然后呢 你不要随便 对吧 你要找到合适的时候 再去发出你的噪音 大概这意思 OK 好 第二题 Should children not be allowed to make nois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所以这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这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这太绝对了 一旦绝对的东西 我们肯定是要反驳他 可能说不是 然后就给他分情况 对吧 你说啊 虽然发出太多噪音是不好 但是 对吧 但是 你不应该是说 不让他出声 而是说交给他 那什么时候该出声 OK 其实这个你会发现 我们答的跟第一个题目差不多 类似 稍微进行了一点点修改 All right 第三题 What kinds of noise are there in our life 有什么样的 对吧 我们人生中都会遇到过什么样的这个噪音 其实呢 我们应该是上物理课的时候吧 就讲过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好听 其实他声上大 他也叫音乐 但如果这个东西不好听 其实他声小 让你很烦 这就叫噪音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举几个例子 什么车 按喇叭 然后或者说人们大声喧哗 就这些 你给他一举例子就完了 很简单 第四题 Which area is exposed to noise more the city or the countryside of course 在这儿的话 应该就是city 对吧 因为 那你都到乡村里边 没人 你有什么可吵的 对于就是鸟叫 OK 所以这样我们就说 Well definitely the city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much higher in the city and people make noise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traffic is worse so the start stop horning from cars will make a lot of noise as well whereas in the countryside is usually really quiet after the rush hours OK 所以这很简单 我说depends on the city definitely the city 对吧 就是城市肯定的 因为人口密度更高 对吧 然后人多了就会 就是有各种原因 有噪音 然后我说 traffic也不太好 所以说车 就要起停 按喇叭 所以就很吵 但是在乡村 It's usually very quiet after the rush hour 对吧 这有个rush hour rush hour叫什么 就成龙那个电影 叫尖峰时刻 有点岁数的人才看到过 尖峰时刻 说白了就是 最堵车的时候 高峰高峰时段 就这意思 OK 第五题 How would people usually respond to noise in your country 人们对于这个噪音来说 他们都会怎么回应这个东西 那这个也很简单 对吧 就是因为大家 就是说中国人很多 这个呢 不是个秘密 对吧 全世界都知道 那你人多了 就一定会吵 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人呢 他就是习惯了 你懂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当你出国 留完学 回了国 你一下飞机 立马就觉得 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多人 你感觉呼吸 有点憋的 就是 然后就很吵 大家也 比较喜欢讲话 我感觉 相对来说 在公共场合 我们不是那么的 喜欢be quiet 对吧 所以 尤其是那种 打电话的 然后 还特别大声 就好像 哇 好 你把那几个亿 打过来吧 就这样 就生怕别人听不见 就生怕小偷听不见 去偷他 对不对 就很奇葩 How can people consider others feelings when chatting in the public 那人们怎么着 能考虑到 别人的 这个感受 其实 你只要就是 只要你有主动的 这个意愿 去care 你就一定会 care得到 对吧 so people just need to be mindful of the location be mindful of 就是 把它放在心上 就是你考虑到 they should avoid having loud or personal conversations in quiet spaces such as libraries and museums 这个很简单 对吧 also keep the volume of your voice down speak at a moderate volume so that you don't disrupt others around you who may be trying to focus on other things 对吧 所以前面 其实啊 对于我们大部分 六分的同学 你能答说这个 就已经很棒了 对于冲启的同学呢 你可以再加一句 对吧 就是保证 lower your voice 对吧 keep it down 让你的这个 声音 低一点 你照样可以讲话 但是呢 你不要太大声 就完了 ok 空气糟糕之地 alright is there more pollution now than in the past 所以这根据 我们刚才part 2 其实也差不多啊 什么reason vehicle emissions population growth 对啊 人口增长 然后车 基本就搞定了 so definitely now there is more pollution now than ever before due to increased human activities 对啊 增长了的人类活动 高端啊 as quality of life increases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more people are consuming more energy to heat cool and move around 对啊 所以这也没问题 但是现在因为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高了 对吧 你的碳排放也会变高 因为人们会花更多的能源来 heat 对吧 暖和一点 冷 然后降温 然后这个 包括出行就更多了 你看你如果说之前穷的不行的时候 你什么保不保暖 什么冬天冷 夏天热的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cover emission比较低 although the world is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climate change now it will take years for overall pollution to start decreasing 虽然现在 确实是尽可能的 对吧 现在都在讲这个climate change的东西 但实际上 它降不下来的 因为你全世界真正比较富有的国家还很少吗 你非洲哥们 对吧 那好几十好几亿 那还是好几十亿的人 人家不能活吗 人家不能有更好的life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还是会增加什么human activities 它增加carbon emissions 这是没办法的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这个有新能源 对吧 或者说有新的办法 All right In what ways can air pollution be reduced effectively 怎么着才能有效的减少空气污染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挺难答的 对吧 所以对于六分的同学 你就是答的差不多就行了 对于冲气的同学 我觉得我现在就给你这个会比较长 但是你不需要答这么完美 就是你看着哪个你自己觉得好记 你就留哪个点就行了 Do you think the city is cleaner or dirtier than the countryside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尤其是在北美的话就很明显 你如果我们讲到city 你只讲dontown的话 那超级脏 对吧 谁们家dontown反正都不太干净 为什么呢 一堆吸毒的流浪汗 这个那个的 底上一堆尿啊 什么东西都有 所以说它不是很干净 然后它可能就比乡村要脏 但是在中国稍微不太一样 因为中国 因为咱们国内呢 是属于这个乡村没人管 对吧 就是人们 你看有好多就是垃圾 就直接有个大坑的垮 就里边全是垃圾 所以这个村里边没人管 反而比较脏 城市里边呢 有人扫 每天清洁工 对吧 还有工人 去把它打扫一下 虽然不是说特别干净 但是呢 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在我们帝都 对吧 就是还是非常干净的 OK 所以前面那个我就说 城市里边通常比较脏的原因 就是单纯因为人多 然后呢 后边那个我是说 有的时候可能countryside会好一点 会更差的原因 就是因为没人管 OK What kind of factories and power plants do to reduce pollutant 这重点啊 Pollutant是污染物啊 前面别忘了 OK 所以就是说 这个工厂对吧 和饭店厂能干点什么 它能干什么 它就是降低排放 添加什么清洁的这种 使用清洁能源 然后要么就是有一些这个 可以把那个filter 对吧 可以把它过滤一下 其实主要就这样 所以呢 这个问题比较technical 所以你可能相对来说 要好好记一下 OK 第五题 Do you think many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duce pollutant 你觉得是不是有很多公司 现在正在被强制 去降低他们的污染物 其实这个肯定是一定的嘛 那现在 尤其是加拿大 现在还有什么carbon tax 对吧 就是碳税 然后这小土豆 没事 每年加一波加一波 烦死了 弄得油死贵 对吧 那你油贵 然后他就说 你看我加了carbon tax 但是我又把这个钱 他通过一个叫做反税政策 就反给你了 你拿个税更多 maybe 但是重点是在于你加油 油变贵了之后 油是everything 对吧 因为你的那个汽车 你汽车运输 对吧 你说我这个我买菜 那这个菜是从哪来的 他不是自个儿涨 他不是从超市里涨出来的 对吧 他从别的涨出来 然后拿车运过来的 所以你油贵了之后 这些成本都会上升 最后呢 就是一波接一波接一波 每个人多收一点 多收一点 多收一点 每个人涨一点价 最后到消费者这儿 各种价格磁客 对吧 我前几天买那 我那一小颗原白菜 不是原白菜 就是那种生菜 叫蚝油生菜 那个生菜 这么一小个 之前就是两块钱 对吧 两块钱一个 就已经算挺贵的了 我感觉 现在五块钱 这么一小 我现在说我 我连生菜吃不起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很扯 by anyways 我在这儿没举这个carbon tax的例子 是因为我感觉不太好记 我用的是一个叫做ESG ESG 如果你知道 如果你学finance 可能你就知道的 或者做咨询的人 肯定你都知道 就是它是一个很火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他拿这个ESG 就是算了一个环保分吧 去给公司评分 如果你这个分高 然后他相当于来说 就会用一个比较低的 这个叫做risk premium 这代表你公司的风险比较低 我还是无法完全的掌握这个逻辑在哪 但是因为做ESG评级的 比如说斯大 他靠这个赚钱 所以他们都把这个炒的特别有用 但是我个人就是不审心 然后你的risk premium就比较低 你风险比较低 那就代表你的cost of capital就比较低 对吧 你就代表你 然后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用一个更高的一个multiple 去算你的估值 这样代表这个公司就更值钱 所以大部分是这么一种概念 so yes there is a term in business called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basically companies especially the large public companies are rated on the ESG factors a better score usually increase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now try to reduce pollutants to improve both their image and their value 其实有一个词叫做green wash 就是说把自己洗绿 叫做洗绿 其实就是弄得自己好像特别注重环保 那个词我没在这儿使 but anyway 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记得 主要就是一些大的上市公司 然后因为这个好的分数 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估值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他们就 就是说比较喜欢参与到这个事情里边 ok number six do you think the wind has any effect on pollution and hell 对吧 你觉得风有没有用 那肯定是有用 你比如说 岛 通常空气比较好 那因为 你就算有污染 它刮霉了 ok i think so wind can help to disperse 你就把驱饭 就是驱散 对吧 pollutants such as those from industrial facilities power plants and vehicles which can help to reduce their concentration in the air and improve air quality 就是降低它在空中的密度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风刮走了之后 你是这污染物有吗 它还是有 它就把它分散了 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 它可能就含量很低 那就不影响你的 这个健康 所以大概就这个 这个意思嘛 所以这样的话 那你的air quality就高了 对吧 so although the pollutant is still there as it's less concentrated 对吧 它更不集中 it's not so harmful for people in a specific area anymore 所以它就没有 那么的有害了 居住地发展 describe a new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where you live 讲一个就是 你住的附近的一个发展 这个很简单 我们主要讲一下 这是个啥 对吧 在哪 你从哪发现的 和什么时候发现的 什么时候结束的 你什么感受 是不是感觉又可以用 我们的那个运动场所 对吧 所以我们本来就说 这个体育场是翻修的 对吧 最大体思路基本都一样 那么部分的句子呢 我还是稍微的进行修改 我会用蓝字给大家标出来 ok part 3 what transportation do you use the most 你用最多的交通方式是什么 i usually use a bike and subway because i live in a crowded city where traffic is jammed all the time it's much quicker to ride a bike to the subway station take a subway then ride another bike to your destination then driving there are lots of shared bikes so you don't need to own your own bike which made this process much easier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很简单 主要讲的就是那种 骑个公较单车 然后到地铁站 然后地铁站坐 然后再骑个公较单车 去上班 这个呢 要比你直接开车要快 对吧 which is true probably true ok it's jammed all the time 就是因为路上的traffic太多了 对吧 一直都是堵着的 is public transportation popular in china 我们的公共交通流行吗 i would say of course 就是虽然它不是the best 但是还是非常流行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这么多人 总是有人要用的 yeah absolutely it's cheaper and often quicker especially in big cities most 这里我会加一个people most people use public transportation for their daily commute 很简单 你就答 这样答就行了 对吧 就是便宜 快 尤其是在大城市 很多人用它 做每日的交通 第三题 what can be improved 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什么东西可以被提升 我觉得呢 就是国内啊 至少 我从我印象中 它是没有这个 时刻表的 对吧 你国外的话 虽然车不多 但是它有时刻表 你基本上按时刻表去 你都会 就是说你都不用太担心 就是说你等不到车 所以相对来说 你不用浪费你的时间 在车站一直等着 对吧 所以我觉得倒是 还有一个 就是可能说整体来说 很多城市不像北京 或者上海那么方便 so what ledger facilities can be used by people of all ages 有什么样的娱乐设施 对吧 所有的年龄的人都能用 这最简单就是讲 parks library 就这些东西吧 ok 因为后边有人 所以我 我把镜头稍微转一下 um all right I think the most popular ones are parks and community centers 对吧 就是公园和那种社区 社区的那个中心 people like to exercise in parks and walk their dogs many community centers offer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fitness classes art classes and social events they're accessible to people of all abilities 其实这儿呢 是用了一个 你如果不想用这个abilities 因为你可能就是感觉不太 就是平时没怎么用过这种方式 对吧 那你就可以 就直接用people of all ages 就行了 好吧 这个没差的 do you think young people in your country like to go to the cinema 你觉得年轻人喜不喜欢去电影院呢 我觉得是不喜欢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后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墨钱了 对吧 墨有钱了 对吧 相对来说 我感觉整体你 疫情之后 大家就用这种用 都确实比较少了 第六题 how is the subway system developing in your country 这个 叫做地铁站 对吧 地铁在你的城市 国家 建设的怎么样 在咱们国家 我觉得建设相当好的 加拿大的话 可能15年 该一条线 就是这种 I'm not super sure about the technical aspect of it but I know there ar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ubway system we usually have one or two more lines built every five years and now the lines cover most high traffic areas already OK 基本上就是有人愿意去的地铁当中去 就发展得非常不错 放松的地方 part three why is it difficult for some people to relax 为什么有的人就没办法放松呢 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 farsight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 都那么lucky 有机会可以放松的 对不对 some people have high levels of stress and anxiety which can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relax as they may be constantly worried about things that could go wrong it's so common for people to develop anxiety nowadays because of the high competition in our society I think this is really unhealthy to anyone OK 所以你看很简单 有很多人是这样 他压力很大 high levels of stress 他还有这个焦虑 所以呢 他们就不能去放松 因为他们会一直担心 有事情可能会go wrong 对吧 所以呢 而且呢 现在呢 很多人都有焦虑症 因为现在的这个太卷了 竞争太大 我觉得这个对谁都不好 就行了 对吧 很简单啊 就是现在这个卷的社会 所以这个这种回答 你还是要清楚的 alright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doing exercise 锻炼有什么好处 对吧 这就很简单 就锻炼身体 然后降低压力 这个那个 do people in your country exercise after work 他们锻炼吗 他就锻炼就好了吗 对吧 就是其实 至少很多人 你会发现 也去散个步啊 包括我觉得 在大城市啊 其实你就不用刻意去锻炼 你光天天走地铁 走地铁 随便一走一万步一天 对对 你就够了哈 所以还是挺健康 那种生活方式 对不对 yes this is really common to see people either running or dancing in parks or working out in gyms people nowaday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ir own health so they want to at least exercise 30 minutes per day to keep them fit and healthy ok 没什么难的 对吧 很简单 前面其实说 dancing in parks 是不是画面感觉 就来了 广场舞 what is a place where people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at home 其实这个 你要说bedroom 会最好 因为你又在那学习 你又在玩游戏 你又在那睡觉 对吧 但是 如果我们讲到说 好像很多人 家里边的人 get together的话 那应该是living room 所以我又觉得说bedroom 那个很好讲 你自己可以想 考虑一下 你如果想讲的话 你讲那个 然后我在这儿呢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就是living room do you think there should be classes for training young people and children how to relax 你觉得是不是 应该有人来 培训年轻人 然后告诉他们 怎么去relax 我觉得应该 第一题 他们就说了 因为很多人 现在有anxiety 对吧 so yes people need to have access to these trainings to maintain good mental health 你就可以用第一个 然后你去给他说一下 now there is lots of people 对吧 have this anxiety because of a higher competition 然后 so people need to have access to these trainings to maintain a good mental health 就吧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mental relaxation or physical relaxation 这肯定两个都重要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 你身体很累 你心里放松 比如说蓝领工作 很多时候就这样 白领工作 通常就是心累 对吧 但是身体也挺累的 so both mental relaxation and physical relaxation are important for overall well-being well-being 是就是health 对吧 对你整体的健康 是有用的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both mental and physical relaxation are interconnected 他们俩其实相连了 they have a mutual influence on each other 他们就是你这个好 那个也会更好 for example physical relaxation can help to reduce mental stress while mental relaxation can help to reduce physical tension and pain 就是 你可以降低 对吧 你物体身体的 这种放松 可以降低压力 心理上的放松 可以降低身体上的这种 肌肉的这种 紧持度 和疼痛感 ok 他成的短暂停留 why do people sometimes go to other cities or other countries to travel 为什么人们 去别地旅游 people like to experience new things 对吧 就是大家想 接触一点新鲜事物 the people like to experience new things and traveling to other cities or other countries is the best and easiest way to do that 这最简单的方式 对吧 it's exciting for people to experience new culture and meet new people in new place 简单吗 感受新的文化 见新人在新地儿 完了 why are historical cities popular 为什么这些历史的城市 很流行 这个题目 我觉得 稍微的可以看一下 什么预料 好好学一下 因为有一些 稍微的不太好 那么记 historical cities often have a rich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重点叫 heritage就是 一种什么传承 ok 所以它有文化 和历史传承 and offer a glimpse into the past 就给你一种 回味过去的感觉 also they often have unique and well-preserved architecture that is not found in modern cities 他们通常还有一些 保存的很好的建筑 对吧 在这个现代城市里面 不太好找 the charming and unique atmosphere can make the for a more interesting and enjoyable experience than a modern city as well 然后我还夸一下 对吧 它的charming 对吧 很有吸引力 and unique atmosphere 它的那个氛围就很好 ok 所以这样 其实呢 我们是举了三点 我觉得你 看情况 任何两点 你这个记住了 都够你拿分的 对吧 因为这个稍微的有点长 你不一定那么好记 你记任何两 这不是三句话 你记其中任何两句话 能说出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Why do places with historical sites develop tourism industry more actively 为什么有这种 就是历史建筑的地方 他就更愿意去做这个 怎么说旅游业 我觉得这个呢 你要两方面考虑 一种是有先天条件 对吧 有这东西 对老天赏饭吃 为什么不吃 对吧 所以这个呢 肯定的 还有一点就是 这些 有历史的地方 我跟你说 老建筑想保存好 是非常花钱的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旅游业支撑的话 光靠你本地人 那点税收 谁养起这些老房子 对吧 你不然 你不好好保养它的话 哪天自个儿就塌了 又是个灾害 对吧 所以说 这也是一点 我们都会讲进来 Do you think tourists may come across bad things in other cities 你觉得这个游客 会不会在别的城市 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吧 一般你看国内有宰客 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你出国 你就发现 尤其是那种游客多的 比如伦敦啊 巴黎啊 这种地儿 小偷超多 对吧 然后包括LA 你经常在LA机场 你就看到一老黑 呱呛一个包就跑了 对吧 你也跑不过人家 所以确实是这样 尤其是中国人 喜欢带现金 对吧 所以他们就喜欢抢 这些人的包 Do most people like planned traveling 人们是不是喜欢 有计划的旅行 我觉得呢 这个it depends 大家都喜欢这种 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其实很少人做得到 对吧 尤其是如果长大了 还要带着家人 带着孩子 带着朋友 你不能随心所欲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计划一下 才能大家玩得比较好 I think the preference for planned or unplanned travel is a personal choice and I'm not sure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like the one or the other some people especially the ones with young children may require more planning than a trip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or traveling solo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所以我第一句话说 就是我不觉得 这有没有 真的就是说 更多的人喜欢 还是不喜欢 这个或者那个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 a personal choice 一个人的选择 但是我说了 对于带着小孩的 年轻家庭 他们会需要 更多的planning 如果你是这个朋友 或者说自己旅行 那你基本上说走就走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situation 看情况 好 最后一题 Why is the noise pollution worse in tourism cities than in other cities 对这也跟我们前面讲 那个操杂地 对吧 一样 完美联动了 对不对 很简单 就是人多 对不对 你人多 人杂 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游客 通常呢 他不是本地的 他也不是很care 去保持一个好的形象 所以他就爱干嘛干嘛 想要一起学习工作的人 Why would children be kind to their classmates 为什么小孩应该对他的同学比较好 对吧 善待他的同学 OK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蛮扯的 因为作为一个基本的人 对吧 还是要善良 对吧 人之初性本善 对对 然后对于家长来说 也应该教导自己的小孩 对他人更好 因为对跟别人建立更好的友谊 或者什么teamwork whatever 是可以让自己更开心 可以之后让别人帮助自己 或者怎样都可以 对吧 所以这些点都可以讲 Well not only children should be kind to their classmates But people should also be kind to everyone 其实就是想做个好人 对吧 先讲一下 就是说 不只是学生对同学好 应该是所有人都对其他人比较好 就是善良 kindness helps children to build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classmates 对吧 就是他可以建立良好的友谊 which can promote self-esteem 从而建立自尊 It's important for children's social and image emotional development as well 对他对于这个小孩的这种社交和心理或者情感健康的建设都很有用 就完了 OK 就讲的比较广 就是比较宽泛一点 比较 vague 一点点 第二题 Can children choose their desk mates 小孩能不能选自己的同桌 就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过往经历去讲 对吧 因为对于我来说 我们的这个老师之前是不允许 就是以身高去排 还有一个就是与学习 对吧 当然 另外的一个特色 就是如果你学习很差 或者说很爱调皮导弹 那你就一定要坐在这个讲桌的旁边 对吧 which I曾经也做过蛮多次 OK 但是整体来说呢 我之前的老师是不让的 对吧 但是并不代表你的老师不让 第三题 What matters most about a colleague's personality 对于同事来说 什么样的这个性格 对吧 什么样的性格是最重要的 我们之前在那个part one里边 应该有一个题目 对吧 讲那个什么small businesses的时候 但总体来说呢 我们就是说同事他有 咱们就扯简单一点吧 他勤奋呢 要认真呢 然后要这个 有足够的能力 对吧 就至少 你要能有这个足够的能力 完成这个任务 Nowadays teamwork is essential to get anything done So I think good colleagues who are competent diligent respectful and humorous will make the work more satisfying and therefore these traits are highly valued in workplaces OK 所以你看这儿我讲 就是 首先因为现在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考虑 同事的人格 或者说评格 是因为现在你一定要teamwork 所以呢 好的同事就很重要 那什么样的同事是好的呢 就这些这些这些 这属于我们rnd里边 那个detail 对吧 will make the work more satisfying 会让工作更加的开心 然后呢 所以这些trates 其实这个trates 应该给你红体化下来 对吧 也是品格的意思 are highly valued 会被高度的认可 在这个工作的场合里边 alright 第四题 are good colleagues important at work 这基本跟第三题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如果你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考官问了你三 他应该就不会再问你四了 第五题 what kind of people are popular at work 什么样的人比较popular 其实你直接重复 刚才那个也还可以 但是呢 我觉得那样 稍微有点生硬 所以我给它稍微变了一点 are knowledgeable people popular at work 有知识的人 是不是会比较流行 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 对吧 因为这种人 他就比较competent 对吧 然后 at the end of the day 最后 你们是来工作的 对吧 还是有人要把活干完 只要这个人 他干活 所以一般来说 大家都会很喜欢 至少你选组员的时候 至少组里有一个这样的人 对不对 就是说刚才那个 大家都会说 那我在这就给大家 再拓展一个 就是说如果 我说这些人 不popular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首先 not necessarily 并不一定 people generally don't like 你们大部分情况下 不喜欢这样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because these people are perceived as arrogant and unapproachable 对吧 因为有很多这种 很聪明的人 他就是有一点自大 然后呢 他也有一点 不容易跟人接触 所以虽然他很聪明 但是这些人呢 他通常跟小组 他不是特别的和 所以这种情况下 并不代表大家 不想跟他工作 但是他不popular 对不对 他不是那个所有人 都愿意跟他聊天 请他吃饭的人 so it really comes down to the people skill people skill的话 就是说除了work以外的 这种交际能力 a knowledgeable person can be popular if they are positive humorous and reliable 如果他们又有正能量 又很幽默 然后又很可靠 通常呢 他们就 还有知识 对吧 他就会比较popular ok 有趣的老人 part three 第一题 do you think old people and young people can share interest 年轻人和老人 能不能共享一些 兴趣爱好 我觉得现在的话呢 有很 其实有很多爱好 根本不分年龄的 对吧 呃 尤其是现在 老年人 其实玩手机 玩的很溜 比如我 我老爷 天天刷手机 然后网购 刷抖音 我觉得玩的比我 还六呢 我抖音都没玩过几次 ok 所以我在这儿 就讲一个 大家其实都刷 social media的一个 回答 definitely people of all ages can have a wide range of interests and hobbie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why these cannot be shared across different generations for example all people are curious about social media which younger people often have an interest in 对吧 最后我就举例子嘛 那老年人 现在呢 也很好奇 虽然这个东西 大部分情况下 年轻人喜欢 这不就代表 俩人都喜欢了吗 ok alright what can all people teach young people 这个也是个 老生常谈的题啊 经常会在我们题库里边 尤其是写作 也经常考 就是老年人 还有什么用 对吧 曾经有一个题目 就特别的扎心 说人老了之后 有很多人觉得 人老了就没用了 然后你同不同意 怎么着 我就算同意 然后呢 我能让他们都 拜拜吗 对吧 也不行 所以说 那个题目 问的就很二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主要 我们在讲这种时候呢 就是老年人 有生活经验 对吧 所以他可以传递经验 基本上就是 最主要的点 就在这了 包括传递一些财富 但是重点是财富 并不一定 就是你们家老头有财富 对吧 你家老头有财富的话 是可以传递财富 你家老头没财富 只有负债的话 那可以盗取你的财富 对吧 这个就很奇怪的一个题 所以我直接这么回答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问什么 but I guess when someone is interested in another person he or she will identify the strengths of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refore could learn from that person learning is always beneficial for anyone 对吧 所以我把它转了一下 我就说 我也不懂你这到底在问什么 对吧 当然你考官真考试的时候 part 3他毕竟有一定的灵活度 他可能问的没这么反人类 对吧 所以但我整体的点就是说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兴趣 他可能就会研究那个人 然后从他身上发现更好的东西来学习 所以这样的话呢 学习总是好的嘛 就完了 ok 第五题 do you think people are more selfish or self-centered now than the in the past 你觉得现代人是不是更加的自私 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肯定是 那毕竟就是你这个 怎么more competitive 对吧 你当在有竞争的时候就会 但并不一定代表 现在就一定比过往的任何时刻 人们都更自私 对吧 你想之前闹饥荒的时候 人们可能更加自私 ok 那现在至少我们不会 或者大部分情况下 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就是生之加薪的事情 well I think this is quite a difficult question to answer because the degree of selfishness is really subjective 对吧 我上来我先说 我说你这个自私程度这件事情 是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我 你说了算 对吧 so however I do support the idea that people are generally more selfish now due to urbanization 城市化 城镇化 and the increasing focus on individualism 更专注于个人主义 in modern society 在现代社会 对吧 所以我并没有讲那个所谓的升职加薪竞争 我就把它一句带过 用urbanization 因为只要城镇化 这些事情是一定会有的 然后所谓的那个竞争 各方面的跟individualism也差不多 what benefits can people get if they are self-centered 如果一个人很自私 他能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从短期来讲 大部分情况下 这些自私的人都会得到的好处更多 对吧 但是长期来看 可能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因为毕竟可能就很难交到一些很好的朋友 或者说在你急需帮助 然后但这个事情又非常不划算 就对你对别人非常不划算的时候 可能没有人去帮你 对吧 只有这种互利的情况才有人帮你 聚会上遇到的人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part three in what situation would people be willing to get to know new people 什么时候人们会想要认识人 我把这个题目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直接上来会回答我的situations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很好答 你说在什么情况下 人们就特喜欢遇见新人呢 对吧 所以我把它分成什么 我把它从人去进行区分 比如说内向的人和外向的人 ok 所以我说内向的人 for introverts it must be an absolute need for them to step out their comfort zone and meet new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extroverts are ready to talk to new people at any moment and they can even gain energy talking to others 这个地方是talking alrigh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答的 首先我说对于内向的人来说 除非必须absolute need 他们才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对吧 step out their comfort zone 这也是个好的语料 然后但是对于外向人来说 他们随时都准备好了跟别人聊天 而且呢 他们在聊天的过程中还会增加能量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的situation有了吧 要么是必须 要么就是对于外向人随时都可以 where do people get to know new people 一般人们在哪去见新的人 那这时候你就不得不去讲一些places 对吧 所以我会说 比如说最简单的学校或者工作 这是肯定的 然后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在网上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通过网上认识的 所以这也是比较新鲜的一种事情 How do people start a conversation 人们怎么开启一个交流 asking question is the easiest way to break the ice 对吧 我们都叫破冰 其实问问题很多时候就最简单的 People just love to talk about themselves 因为这个是一定的 人们都很喜欢去讲 我干了点什么 我怎样 我怎样 你就让他讲就行了 对吧 你让他讲 让他讲爽了 你们俩基本上也就熟了 and something related to their interests 还有跟他兴趣相关的 so if you ask a good question which makes the other person feel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 topic as well they will be happy to talk 如果你让别人发现 你对他的兴趣也很感兴趣 那你们就很快就变成朋友了 对吧 all right is it difficult for chinese peopl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交流上是不是有困难 我觉得很大的困难 就是语言 对不对 这是你最简单可以讲的 当然咱们就不讲的是什么 价值观啊 意识形态 对这些东西太大 咱们不讲啊 虽然如果讲起来的话 我可以给你滔滔不绝地讲 但是again 为了你们答题简单 我们主要还是把它针对于这个文化和语言上面的barriers 对吧 这个屏障 这些东西太大 它可以不够的 中国人的经历 去互联系 跟其他人们的经历 这些东西有可能有语言 和文化和文化和文化 这些东西也可能会有难的 语言 一样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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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其实很简单 我就说可以是比较难的 因为这里可能有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 然后以至于人们理解不了 然后我说虽然大部分人都学过英语 但中国的系统更突出的是读和写 而不是听和说 所以真正沟通起来 人们并不能很有效的 或者说有技巧的 或者有能力的去跟人们沟通 这个是比较难的 第五题 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跟别人讲话 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所谓的introverts 就是你内向的人他就不太喜欢 第六题 大人跟小孩讲东西会不会很难 那肯定是很难 对不对 因为你小孩可能听不懂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人就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言 对吧 你有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都是 你如果听不懂 你还要装听懂 因为不然的话你家长会生气 都会说你这都听不懂 现在肯定是人不太一样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会比较注意 跟小孩沟通的方式 所以我说 it could be difficult at times children are still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and they look at the world in a very simple context 他们看待世界非常的简单 therefore adults must be mindful of the language to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children effectively 大人呢就必须在意一下 注意一下自己的语言 以来让可以跟小孩 对吧 更有效的去沟通 也就是说 你别说的那么大的东西 他可能完全不认知 或者不知道 这样的话 你就跟他讲简单一点的东西 不寻常的一餐 OK part 3第一题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ting in restaurants 在餐厅里吃饭有什么好处快处 但很简单吧 尤其是在国内的话 就是不健康的吧 低估有啊 这些哪些的 还有一个就是贵 所以这就是disadvantages 这很简单 那advantages就是 你可以吃很多不同的食物 对吧 while eating in a restaurant it's convenient 这是好处吧 think about it you lose so much time on preparing meals and cleaning dishes each day eating in a restaurant allows people to enjoy a variety of menu options which are well to be able to socialize with others OK 比如说 and你吃饭的时候 可以吃很多种 然后呢 还可以在等菜的时候 跟别人社交 the major downside 就不要用这个disadvantages 对吧 我们用downside 不好的一点是什么 it's the cost with current high inflation condition it's so expensive to eating in restaurants inflation是通货膨胀 对吧 那现在国内好像没这个问题 但是 整个西方国家 这个食品价格 各方面涨得太多了 所以说 现在在餐馆里吃饭 就更心疼 对吧 因为更贵了 第二题 what fast foods are there in your country 有哪些快餐 在你的国家 其实这也很简单 因为快餐 反正洋快餐 多了去了 对吧 随着举几个例子 然后你可以说中式快餐 我觉得最简单的中式快餐 就是饺子馆 对吧 就这种 do people eat fast food at home 有没有人在家吃快餐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人们不怎么在家吃快餐 因为快餐 在餐馆吃了 但实际上 我后来想了一下 不对 国内又能交外卖 晚上叫个炸鸡 还挺爽的 所以我编上这种故事 我就说 在看完那个叫做 什么放样 不是 星星的你 对吧 那个韩剧 人们不是有一段时间 特别爱吃炸鸡喝啤酒吗 所以我就讲这个 我说 Occasionally yes after a Korean drama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 people now prefer to eat fried chicken with beer at home while watching drama or reality shows it's so unhealthy but so delicious so I set a heart limit on myself to only have that combo once a month ok 所以我就说 那个一边看电视 和就是看电视剧 或者真人秀 一边吃炸鸡皮酒油 然后呢 它非常不健康 但是特别的好吃 所以呢 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个限额 我就是一个月 才能吃一次 对吧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 如果你只是六分选手 后面两句话都不用讲 你就前面就讲了就完了 why do some people choose to eat out instead of ordering takeout 为什么有的人喜欢 你看这个eat out 其实是dine in的意思 就是在那个餐馆里边吃 instead of ordering takeout 而不是去点外卖 或者说点 takeout 其实是你点了之后 你自己去拿 第五题 do people in your country socialize in restaurants and why 人们在不在餐厅社交 那必须的对吧 尤其中国人就是这样 so of course i think restaurants in general provides a convenient and comfortable place to get gather with others 它提供了一个 非常方便又舒服的地方 跟别人聚会 it also provides people good icebreaker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破冰者 破冰的东西 to talk about people often wait for fifteen to thirty minutes before their order food get served get served 就是上菜 and during that time most people will start chatting at least about the restaurants and food once the conversation get started people can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对吧 就是反正至少 你等菜的时候 大家闲聊一下 也经常 当然现在 我发现很多人 尤其是关系越好的人 对吧 出去吃饭 等菜的时候 都在那滑手机 根本没人在聊天 我觉得这还挺不好的 第六题 do people in your country value food culture 中国人 是不是非常在乎 这个吃饭的文化 那必须的 对吧 咱们这个每个地方 都有自己的饮食文化 甚至 你换一个村 换一个县 它都有不同的东西 教他人做事 par three 第一题 what practical skills can young people teach old people 所以现在改了 对吧 本来是 老年人 找年轻人 教年轻人 现在呢 是年轻人 教老年人 那最简单的 就是教他这个 跟科技相关的 怎么用手机 怎么网购 这些 对吧 well I think nowadays all people really want to learn how to use online shopping and online banking services young people are generally more familiar with online shopping and banking and can teach old people how to use these platforms to make purchases and manage their finances 就换完了 其实就拿第一次 第二题 很有意思 那除了 除了科技类的东西 年轻人 可以教老人 什么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至少现在的话 就是年轻人 比较 有比较好的 这种科学基础 也就是说 他并不太容易被骗 对吧 比如说 所谓的那个莲花 清文 就是 但是老年人 还在那买 对吧 你写多少文章 你转给他 他也不信 所以这就是 神奇的地方 对吧 就不多说了 how can young people teach old people skills 那怎么教呢 well by demonstrating in front of their face 对吧 就是show them old people like to learn things by practicing 他们比较注重实践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heory behind it 他们不太care 这个理论 你就告他 你点这儿 点这儿 就想了 also older people have declined memory 就是他记忆不好 declined 下降的memory so younger generation must be patient and perhaps write step by step notes for seniors to use 所以他 你教他的时候 一定要有耐心 然后呢 甚至可以给他 就是第一 第二 第三步 给他写下来 这样的话呢 就你别让他记住 他可能也记不住 他就之后拿出来 一看 哦 知道了 就行了 how can we know what to do when we want to learn new things 当我们 这个想学新东西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呢 很简单吧 do search 对吧 但除了在网上查 其实呢 还有很好的一个 就是去找这个行业内的人 去聊一聊 well we can talk to industry experts or simply someone who has experience in it additionally we can conduct online search particularly on social media because people like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once we get more insights from the insiders we can plan to achieve our learning goals 就是 我们先收集信息 怎么收集呢 跟人家聊天 在网上查一查 当我们查完了 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 我们就可以 做计划了 do you think showing is a better way than telling in education 其实这就是讲 那个所谓的 给人展示 和给他讲 那个大道理 对吧 哪个比较有用 但我觉得这个 完全看你学什么 对吧 因为有的东西 它就是理论 比较heavily focussed 然后有的呢 确实你 去给他展示一下 而他会学得更快 so do people in your country like to watch videos to learn something 对吧 那人们是不是 很喜欢看视频 来学东西呢 那我觉得肯定 比如说 你们现在看我的视频 就是 okay so absolutely I think this is a new trend 这是个新趋势 which only gets more and more popular every day 每天都变得 更加的流行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people have a long daily commute 我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很 确实 这是一个大原因 就是为什么 国内的人 那么喜欢看视频 但是喜欢人不是 一点是因为 国外的这个流量 通常比较贵 对吧 国内基本上 都是就是无线流量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你交通太久 而且很多人 其实没有在开车 所以其实他在路上 花的时间很长 他看个视频 学点东西就很好 对吧 我就说 the long daily commute which on average cost a person two hours a day since public transportation is very crowded it's easier to watch videos than read a book 对吧 因为你挤地铁的话 特别挤 你也没办法拿出本书 来在哪看 就是别人会很不爽你 people then use their time to watch recorded classes to learn new knowledge 对吧 所以大家都在手机上 对我觉得你这可能 加一个on their phone 就更好 对吧 to learn new knowledge 就完了 爱豆的电影角色 这就是所谓的 那个改过的 那个题目 最早的是说 你喜欢的一个 电影明星 但那个的话 相对来说 就好准备 对吧 但是现在你改成 就做爱豆的电影角色 OK are actors or actresses very interesting in their work and why 人们是不是特别 对他们的工作 非常的感兴趣 那我觉得是一定的 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很困难 对吧 真的想活下去 很难的 除非就是 你们家就算有钱 可能砸一砸 能捧出来 但大部分人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 还有那么多人 靠着热情 对吧 在里边奋斗 就是说 Yes I think most actors or actresses must really enjoy what they do because being an actor or actress it's not a stable job with high uncertainty of income this job also requires people to practice and work extensive hours so people must be interested in their work otherwise they will not work in this profession 对吧 就是除非他们是特别喜欢 不然的话 他就不干这活了 对吧 他们要排练 然后要工作时间非常长 同时呢 他们收入也不稳定 就这意思 Is it been a professional actor or actress a good career? 所以刚才咱们也说了 他的这个收入不稳定 但是对于就是你活了的人 他就能转合 What can children learn from acting? 小孩呢 能从演戏里边学一些什么? Acting can help children learn to express themselves more effectively both verbally or non-verbally which can be beneficial in many areas of life It can also help children develop empathy and social skills by encouraging them to put themselves in other people's shoes and underst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K 所以其实就是也很简单 能帮助他们表达自己 对吧 无论是语言上的 还是非语言 非语言就是动作的 然后呢 对他们 就是人生很多地方都有很好处 比如说 这个帮助他们建立同理心 因为你要 这样演好一个角色 你要了解这个角色是怎么想的 所以你就要 必须把自己放到那个人的立场 就是put themselves in other people's shoes 穿他的鞋子 来试一下 and underst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 能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你就锻炼情商吧 其实 为什么小孩都喜欢这种戏服 对吧 Well, children often enjoy wearing special costumes because they allow them to become someone else for a while since they often watch cartoons and animations they want to become their favorite character this is why Halloween is so popular among children 其实我有一点稍微的 就是不太想一直往下讲 那个为什么他们喜欢穿 所以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吧 就是因为他可以变成someone for a while 对吧 所以他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变成一个别的人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万圣节特别火 因为万圣节大家可以穿这种戏服 对吧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ctors or actresses who earn much and those who earn little 对吧 赚钱多的演员和赚钱少的演员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cting in a theater and that in a film 因为我个人呢 也不是这个行业的专家 对吧 但是以我最简单的思维来看 就是你theater的话 就是叫戏院嘛 在戏院里边演就是歌剧啊或者什么这些 他都是现场的 就是说你不能 你不能剪辑 OK 所以你必须一次过 你要演得很好 但是在这个电影里边呢 他可以剪辑 可以就是甚至某一个场景 他他拍很多很多次 对吧 然后把它就做出很多特效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啊 收到想要的物品 part three 第一题 所以employees have their own goals 员工需不需要有自己的目标 那of course 对吧 一定是有目标 尤其是打工人 因为他是有竞争的 所以你什么东西都需要自己去plan ahead 当然了 不光是一个生日加薪的问题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想做什么样的工作啊 你在这个工作里边 有感觉自己有学习到啊 这些那些的 其实都是啊 part two how should bosses reward employees 老板应该怎么奖励员工啊 那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吧 首先你就给钱 对吧 你如果说给不了钱 那你至少得给点名 给点鼓励 对吧 就是给点正能量 什么都行 对吧 但是你不能说 又什么都没有 然后钱又少 所以这样的话 那是一般人们就留不太住 而且如果你的员工还都是那种比较聪明有想法的人 那你肯定是留不住的 总是和 managers should express their appreciation for employees hard work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rovide constructive feedback when possible to help the employee grow other than verbal appreciation monitary reward should be given as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employees are here to make money and they will be they will get motivated by seeing their hard work pays off OK 这里面有很多高端的表达 again 如果你是6分选手 其实你打 你把这个other than前面 或者在后边的 任何选一个点去答 就够了 那么如果我们想冲高分的同学 尤其是7.5 甚至往上的 那这个长度应该是你的目标 对吧 bosses and managers should express their appreciation 就是表达他们对你的感激 或者至少对吧 看到了你的努力 on a regular basis OK 然后呢 provide constructive feedback 给建设性的意见 和反馈 然后呢 来帮助这个employee to grow 对吧 帮助他成长 除此之外 monitary reward 其实就是钱 monitary就是金钱的 对吧 也要给 为什么呢 因为到最终 说白了就是说到底 at the end of the day 员工来这儿是赚钱的 然后 他们 看到了自己的努力 有所了收获 pays off 他们就会更有动力 OK 就整体来说 有很多非常好的 非常地道的表达 非常职场的表达 那么如果六分选手 我觉得你们 选其中 就这两点嘛 你选其中一个 寄数奖就行了 那高分选手都寄一下 what kinds of gift do young people like to receive as rewards 年轻人都喜欢 收什么样的礼品 那么我觉得 这个就是 年轻人 还是很宽泛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 可以定义一下 这个年轻 是所谓的多年轻 why do people like shopping more now than in the past what 其实整体来说 就是人们有钱了 有钱的话 谁不够 那之前人不就是穷 他没东西可买 或者说买不起 所以我们来看 because people in general are wealthier than ever before 如果你下载的那个版本 这个东西没改的话 在这改一下 那个打成了worthier 那个是错的 wealthier 对吧 更富有 就是他你既有了 这个可支配的 这个收入 又有了很多的选项 对吧 你说之前呢 我你说买车 可能就那么几款车 那现在的话呢 有很多人 他会去选择买一些国产车 而且国产车做得很好了 之前不是说没有国产车 而说曾经 反正我小时候 那个吉利的车 不是说什么过了桥 都能掉几个螺丝那种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 你看人车质量做得好 你可以选的也很多了 对不对 所以人们呢 也就更该爱购物了 also advertisements also play the huge role in motivating spending 六分的选手 后边一句话 不用加 然后高分的可以考虑 对吧 就是广告 同时呢 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来刺激消费 ok do you think shopping is good for a country's economy 你觉得购物是不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现在在我们国内讲就是还挺符合现实的 对吧 因为现在就是说要刺激消费嘛 因为我们的这个消费太差 就虽然我们生产很多 出口很多 但是自己国民的这个消费还是少 但是 again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在这呢提供了一个 因为我比较喜欢我一个是商科的 再一个我比较喜欢研究经济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答的比较复杂 一会儿呢我给你看 大概你说六分的人达成什么样 七分的人达成什么样 ok 科技产品 重点是这个是难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的话呢是讲什么呢 讲一个这个叫做家庭影院 ok 所以其实我之前也是 我玩过一阵这个音响耳机什么的 但是后来你就发现 它太不方便了 你知道就每次你都要调试 插线插一堆这个那的 然后有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都用这个电子产品 去带一些音响 它带不起来 对吧 然后你还得再插一个这种功放 然后又又特占地儿 所以就特别麻烦 所以反正就是说不太好使 所以我就从这儿来的思路 但是我没写的那么复杂 Part 3 第一题 What technology do people currently use? 人们现在都用什么样的科技产品? 那这个就很多了 对吧 然后但整体来说 我觉得就是反正手机啊 这些东西是最火的 Technology is used everywhere in our lives From electricity to transportation To mobile phones and internet The most predominant player in the past decade Must be smartphones Everyone has a smartphone nowadays And they use it to browse the internet Use various apps such as for navigation Banking, shopping and gaming OK 所以我们这儿举的例子就是手机 然后我说在它的 past decade 过去十年 它都是最大的一个player 也就是说最重点的一个 就是大家喜欢的科技产品 OK 前面其实第一句话 我就说科技产品有很多种 对吧 举一举例子 其实加detail 电啊 交通啊 其实这都属于科学 对吧 科技的东西 或者现在最好的是手机 然后呢 人们可以用手机干点什么 对吧 所以它很简单 Why do big companies introduce new products frequently? 为什么大公司经常要迭代他们的产品 其实这个并也没有 对吧 你不是说可口可乐 它其实就 就什么几款产品 就卖了一辈子了 所以这也不一定啊 但是呢 但整体来说不就是竞争吗 第三题 Why are people so keen on buying iPhones Even though they haven't changed much From one iPhone to the next 所以这个题 我觉得啊 我还是很不确定 我真的会考这种题吗 因为太具体了 为什么非要讲iPhone呢 对吧 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可能说buying one brand 就是一个品牌 可能他用这个题目更类似 那整体来说 我说 Well I'm not I'm an Apple fan So I do know the answer People are used to the Apple and iPhone ecosystem iPhone users probably have an iPad a Mac and an Apple watch as well These devices work perfectly together So there's no incentive to switch to another platform So basically 如果他真的会问你这个苹果的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就这么答就完了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生态 所以他有苹果手机的人 通常也有iPad 苹果电脑 对吧 Apple watch 就这些东西他全都有 然后这些东西 work together perfectly 所以说呢 他也就不想换别的品牌了 那你说如果这儿 你考官到时候问你不是iPhone 他就问你brand怎么办 那你就说 People get used to the same brand because they probably have many other devices with the same brand and they usually work better together 就完了 对吧 你就把那个所有的 这些具体的 Apple的东西 你就改成叫一个the same brand 就这样了 第五题 What changes ha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brought about in our lives 有哪些这个科技的变化 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这个题目呢 是跟第一题一样 第一题我们比如说嘛 这个现在人们都用什么科技 其实就是这个嘛 因为我的那个第二句里边举的那个例子 我说什么 Electricity Transportation 就那些其实就已经涵盖到了这个题目 然后你去答一样的 基本上就搞定了 所以我们就不单独再准备一个答案了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ffect the way we study and how 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的方式 这肯定会的 对吧 因为你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就从网上学习 还有就是说在Covid的时候 因为大家不能出门 所以你就可以上网课啊 然后直播课啊 这些那些的录舞播客 我们现在的 对吧 就都有 所以这是不同的学习方式 由于科技的进步来造成的 不喜欢的广告 Part 3 What are the most advertised products in your country? 打广告最多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咱们讲简单一点 咱们就不说脑白金了 对吧 但脑白金主要也是过年前才打广告 就让人们送一波礼 它今年业绩完成了 我觉得现在打广告的普遍还是科技产品吧 尤其是电动车好像特别多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automobiles are some of the most heavily advertised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I think it's simply due to the high demand of these products in China The competition is fierce in the industry and therefore companies must spend good budget on marketing to stay relevant 对啊 我就说由于现在人们对它的需求确实也比较大 然后这些公司也都非常狠的大广告 因为他们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所以他们必须要花很多的预算在市场营销上边来stay relevant 让大家都知道有它这么个东西 Which one is more effective? Newspaper advertising or online advertising? 哪一个更有效?是报纸还是说网上? 那我觉得主要是看你的客户人群对吧 那学商科人一眼就能发现这个问题的点在这 就是你读报纸的人和在网上看新闻的人是不同的两种人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the advertising? 打广告的好处是什么? 这点很简单嘛 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的产品嘛 这是主要的 The major one is it can increase brand awareness 对吧 让增加品牌认知度 In most cases, the most people know your product and services the likely to have more customers Also it can help a business differentiate itself from its competitors by highlighting its unique selling points and benefits 后边这句话 我觉得Also这里啊 对于商科同学 尤其是对marketing比较感兴趣的同学 这你绝对说得出来 你可以说 对于其他的所有同学 你达到前面基本就够了 OK 因为你最重要的一个什么? 增加品牌认知度 对吧 然后更多的人知道你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买你的东西 就完了 这已经达的很不错了 对吧 后边这个就是说 怎么去把你跟竞争对手区分 对吧 这个东西太细化了 如果你是对这个行业比较感兴趣 或者说有一定知识储备的 你答应该没问题 其余的人没必要 给自己找罪手没必要 第四题 What do you think of celebrity endorsements in advertising? 你觉得明星的这个叫做 这什么? 种草 对吧 In advertising 有没有什么用 肯定是有用 我们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带货 对吧 因为大家呢 就是说 尤其是产品现在同质化很强 对吧 然后一个是明星自带流量 然后相对来说在他们身上打广告 至少他们的粉丝会来看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们和粉丝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信任度的 所以比你这个随便在电视上打广告 可能人们就是对你这个产品的好感会更强烈一点 does advertising encourage us to buy things we don't need 所以这基本上of course 对吧 这就是广告的一大特征 就是为了让你 尤其是就是给你画一种 他通常跟你讲都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人 然后他就给你卖你这种梦想 sell you a dream 对吧 你比如说我在这举例子很有意思 我举的就是那个越野车 因为经常他越野车就是包括现在那个camping啊什么的也很火 所以他就总拍很多这种户外的 哇你去什么跋山涉水 但实际上谁买的这车真去 就很少 我就说真正去的人 他不需要看这个广告 他就会买 对吧 因为他本来就喜欢干这个 所有看广告而买的人 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也不会去 所以他只是 就是感觉啊我买了这个吉普 我就变成了硬汉 那其实并不是这回事啊 你还是个白领 对吧 还是个马农 就是你还是 所以你你你每天忙的受不了 你根本就没空去干这件事情 of course to be honest people don't buy what they need they buy what they want 对吧 人们买都是自己想要的 而不是他需要的东西 and advertising usually sells people a dream for example SUV commercials always show people about being outdoors camping and traveling that attracts city white-collar workers greatly because they want to have that lifestyle but reality is buying the SUV won't give them the time or environment to pursue such a lifestyle 就是你买这车 并不会给你这个时间和环境 让你去真的有这种生活方式 对吧 what roles does social media play in advertising 这个摄像媒体在广告中办一个什么角色 那现在它就是最大的一个媒介 常用网站 这也是我们物品类最后一个话题 what are the most popular and least popular apps in China 最火的和最不火的APP在中国是什么 那首先这个微信是最火的这没什么问题吧 那最不火的我觉得就很难讲 对吧 因为这东西就它一会火一会不火的 所以呢我说这么 我说微信肯定是最火的 WeChat is for sure the most popular one in China It's a super app that all Chinese people are relying on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make payments and purchase tickets It's difficult to say which apps are the least popular in China as the popularity of apps can change frequently 所以最后我就说了 那很难说哪个不好对吧 因为他们经常变 但是呢最好的肯定是WeChat 然后这的话注意一下 就是说不是purchasing tickets 是purchase tickets 因为你要跟前面这个事态是一致的 ok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television 网路和这个电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或者说有什么区别 I think internet is one level up to television because you can watch all television programs on the internet but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less and less people watch TV nowadays 对吧 所以我说就是互联网是一个包含的过程 对吧 你在网上可以看到电视节目 但是电视上 我们不是说那个真正的电视机啊 就是说那个所谓的电视 是没有通网的其实 对吧 所以整体来说互联网是更大的 然后现在更多的人 把更少的人来看电视了 why do some people like to read the news on the internet instead of getting it from TV 为什么有的人喜欢从网上看电视 为什么有人喜欢从网上看新闻 而不是从电视上看 这个呢 自己写作题里边经常考一个就是什么 互联网和这个报纸 对吧 这个经常考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timing I think timing plays a huge role in this 就是即时性 对吧 Reading the news online allows people to read it at their own convenience 你什么时候都能看 Whereas TV news is often scheduled at a specific time 对吧 你电视的话 你新闻频道可能就这个时候演 People are so busy nowadays they don't have time to sit in front of the TV and wait for the news they want to appear 对吧 你很难有人就天天开着电视 然后在那等着看新闻 你很少对吧 基本就是有那个手机上弹出来 你就看 弹出来你就看 他不弹你就不看了 4 Is library still necessary and why 图书馆还有用吗 这个其实听力考过类似的题 写作考过类似的题 口语经常考对吧 就是说现在图书馆整体确实是没什么用 对吧 但是反正知道西方它都变成了一种 就是community center 就是其实里边有很多活动 它并不是让人真的去看书 而是办很多这种家庭类的 小孩类的 意志类的这种活动 What kinds of people would still go to the library to read and study 什么样的人还会去图书馆去学习 这个应该是part one 我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回答 对吧 其实主要就是说我在家学不下去 我就必须在 我在图书馆的这个效率比较高 最后一题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ld people and young people when they use the internet 年轻人和老人在他用互联网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这个我们好像打过类似的 对吧 那整体来说还是有区别的吧 年轻人怎样啊 pry use the internet primarily for entertainment and socializing while older people tend to use i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actical purposes such as online banking and shopping 因为我们前面好像讲那个年轻人可以教老人干什么事对吧 那个我就讲过说老人其实现在很喜欢用这个网上银行还有就是购物网购 所以我们说年轻人主要用来娱乐年轻老人主要用来这个查资料还有就是管理银行和网购 就完了OK 所以这就是用物品类的四个话题 然后最后我们还剩事件类的十个话题 虽然是十个话题 但实际上它的part two几乎都是串题的 所以那个学起来也是非常exciting的 想学的技能 那刚才我们那个话题你也发现那个故事其实蛮简单的 然后它的细节的地方全都用来我们之前寄过的预料对吧 我们只是就相当于你考试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小题是这么笨 那我怎么去大致铺垫一下对吧 我怎么把它顺过来 所以这就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 你就怎么着一步一步的 反正最后引到你需要讲的那个你寄过的那个内容就行了 看一下part three what's the most popular thing to learn nowadays 现在最流行学什么东西 那肯定就是什么编程吧我感觉 但是现在这个就是所有人都想转码 尤其是你看小红书 然后你看B站 好像就是说你现在不转码 你就活不下去一样 but again 现在这个科技突然科技业又不太景气 又开始裁员什么的 可能呢这个风气会下来一些 pure programming hands down hands down之前我们讲过对吧 就是说手都放下来 反正就是他我们都承认就是他他最好 as we all know that we are living in a digital age computer programmers are in high demand and earn top salaries compared with other professions therefore lots of people are learning how to write code due to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ok这里有一个叫the fear of missing out 叫FOMO ok一会我们讲 i don't think this is sustainable though intern-level programming will get replaced by AI in the coming years ok 所以这个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说很怕自己没有赶上烫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中国人本来就很喜欢这样 就是如果有一个餐馆开的很火 然后就所有人都去开如果有一个奶茶店开的还不错 然后就立马蹦出时间对吧 所以大家就很喜欢这个随波逐流啊 所以这个其实心理呢就叫做the fear of missing out 然后英文里边也有叫那个FOMO 其实就是他的那个简写FOMO对吧 OK 所以整体来说 我就说这种心态呢 就是大家都 就是目前看对吧 程序员赚钱很多 所以大家都很怕失去这个机会 然后都在学编程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能持续的 因为就是你转码的人 大部分你 你就上个boocam 你是能变成多高级的程序员 对吧 你不太可能了 所以最后呢 你这个intern-level的programmer 真的很容易就被这个AI所替代了 你现在对吧 就有很多新的这种日寻月异的东西 他可以自己去write code 或者说可以直接去copy code 对吧 其实很多intern-level programmer 他本来也是上那个GitHub上面去 copy别人的东西 然后稍微改一改 最后再debug就完了 对吧 所以说 again 如果你不是这块料 或者说 我觉得呢 还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去学这个东西 说真的 number two at what age should children start making their own decisions and why I think 这个东西 我们好像讲过很类似的题目 对吧 其实他也经常考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 小孩呢 他们本来就应该去 这个 就跟年龄没关系 但是重点呢 是你家长要进行一定的引导 对吧 你不能说不让小孩做决定 但是呢 他也没具备那个能力 去做很多的决定 所以你应该引导他 然后教给他 怎么去思考 第三题 which influences young people more when choosing a course income or interest 人们在学挑选课程的时候是主要看这个收入 还是看他们的 就是兴趣 我在这儿的话呢 我就直接用我们的现实 我觉得你没 咱没必要躲的吧 就是你反而是达真实的东西 会更容易达 更容易记 也就是在中国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为了钱 对吧 你说有几个人真的去追求自己的兴趣 这很少啊 对吧 而且很多情况下就是说 咱们国家的高中商 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对吧 你想想你在学这个专业的 选专业的时候 你从来也没打过工 你不像这边很多小孩 他们从14岁之后就经常暑假去打工 他见过很多人 然后沟通过 对吧 有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在那种旅游的地方 或者hotel去打个工 夏天工 然后他们的那些客人 很多都是成功人士 或者whatever的 中间会有交谈的 对吧 会告诉你 你可能我是干什么的 你看你之后可以干这个 就是他 所以他们会更有很多的idea 就是what they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但是中国的 这个高中生大部分的 他是一点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最后都是听家长的 那家长懂个什么 家长就是知道 这个赚钱 对吧 你看你表哥干这个赚钱了 你看你邻居就干这个 现在过得不错 你就学这个吧 Do young people take their parents' advice when choosing a major 所以这个我们第三题 其实基本上讲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yes they'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ir parents because they have no idea what they want to do 对吧 所以在这就大概这么说 就是most people have no idea what they like in China and parents are often pushy with their children 就是通常还很强迫性 which means they can forbid their kid to choose something as a result lots of young people just gave up and let their parents make the important decision this often leads to unsatisfactory in life 就是我最后总结的 最终很多人的这个人生 就是满足感 不好 就是他不幸福 也是因为 这种大事都不归他决策 对吧 但还好现在呢 就是至少 大部分情况下 你这个跟谁结婚什么 这种一般自由恋爱 大家都无所谓了 但你想想父母那一辈 甚至他们在前面的话 你干什么 你做什么职业 是国家分配 或者说是这个父母告诉你去干嘛 然后你跟谁结婚 是父母安排的 到最后 如果说一切顺利 那还不错 但是但凡有不顺利 最后你就觉得 你从来没有对人生的一个control 对吧 这种人生是很不幸福的 除了家人之外 家长之外 人们还会从谁那儿听取意见 人永远不要依赖于一个信息源 对吧 they can do internet research talk to people who are in their aspired industries aspired industries 就是他们喜欢 他们向往的一个行业 对吧 and critically analyze the advice by themselves 然后最后呢 自己来好好地分析 对吧 所以这个才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永远不要 就听一个人讲的就完了 对吧 你包括我给你讲课 我总是穿插一些这种跟生活相关的东西 但是这也只是基于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你也不要把我说的就当成100% correct 对吧 但是这可以对于可以丰富你的这个知识储备 或者说丰富你的见识 但是呢 不要觉得我说的就100%就是对的 对吧 永远要依赖自己的判断 Why do some people prefer to study alone 为什么有的人喜欢自己学习 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library 对吧 为什么有人想去library学习 差不多意思 让你骄傲的是 好 现在我们就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personal goals or work goals 这个题目的话呢 也很类似吧 我们好像在那个人物类 有讲过类似的内容 对吧 但我总体来说 就是肯定是都重要 对吧 我觉得肯定是都重要 你比如说你每个人都有一定的野心吗 所以说 那你当然想在事业上有一定的进步 那同时呢 很多时候也是没有办法 对吧 房子买不起车买不起 生活很困苦 所以你一定要上进才可以多赚点钱 才可以过的日子好一点点 改善生活 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压力的push 然后那个人的goal的话呢 通常也是很好的一种想法 所以我可能说想什么时候成家 什么时候干嘛 什么时候干嘛 对吧 这些都很重要 这些都很重要 因为我只是想感到能力 因为我只是想感到能力 而我只会不会感到能力 如果我只能感到能力 与我的家人 与我的家人 但是 h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laying flat movemen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some call it quiet quitting which basically means that they no longer try hard at work and they just want to reach their personal goals of being healthy and happy 对吧 所以我这个后来加了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就是躺平 其实说躺平的人根本都没躺 对吧 他只是在吵这种焦虑 然后让别人去躺 实际上他既然有躺平的焦虑就代表他不想躺平 OK 所以我说因为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或者有商店心的人 但是所以呢 我不会满足于我只把精力放在家人身上 所以但是对吧 但是在近些年 这个躺平变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事情 有的人呢 管他叫做就叫做quite quitting 这个是美国的一种说法 which basically means that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不再尝试了 然后他们只是想be healthy and happy 对吧 就快乐和健康就完了 OK 所以这是躺平 Number two Have your life goals changed since your childhood 你从小时候到现在你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有没有改变 那of course之前其实有一个dream的话题对吧 你讲的就跟这个很像 就是说你dream有没有变过 那当然你的梦想都有改变 我小时候就特别想当一个宇航员一个科小家对吧 但是最后呢就是没当嘛 然后对吧 所以这很正常 那第三个 does everyone set goals for themselves 是不是每个人都给自己设立目标呢 但我觉得其实也并不是对吧 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话呢 然后又按着自己目标的话 那中国只能会更卷 OK 所以平庸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对吧 这 但是就是说卷的人还是非常卷的 所以通常你会看到就是行业卷 对吧 某些行业特别特别卷 然后某些行业的人他活得很快乐 对吧 虽然他赚钱不多 但是钱又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目标 对吧 what kinds of rewards are important at work 这个我们也讲过非常类似的 就是说那个 how should should people get reward money or something else 对吧 是人物类里边应该是 OK 所以我们在这的话 我们就再copy过来 我们说bosses and managers should express their appreciation for employees' hard work on a regular basis 对吧 你要表达你对他的这个 就是说你做的真好 你就表扬一下 and provide constructive feedback when possible to help the employee grow other than verbal appreciation monitory rewards should be given as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employees are here to make money and they will get motivated by seeing their hard work pays off 对 就是最终的话呢 你还是得给一点金钱的奖励 因为毕竟大家是来赚钱的 他们还是想看到自己的这个 辛苦的工作有所收获 pays off 第五题 do you think material reward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rewards other rewards at work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第四题 对吧 最后一句话 我就说 我觉得钱就是更重要 因为最终大家就是来赚钱的 你没有钱 就广化大饼 这是走不长的 对吧 what makes people feel proud of themselves 那什么事情让人们觉得自己非常的骄傲 people feel proud of themselves mostly when they have achieved thei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goals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is extremely satisfying in addition people also feel proud if they helped others and received appreciation because this makes them feel that they are important to other people and society 所以其实呢 就是这样 对吧 其实两个例子嘛 前面我就说 如果他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他就有成就感 所以他就很proud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他帮助了别人 他感觉呢 然后别人又感谢了他 对吧 所以他就感觉agg很重要 对吧 对于社会是有用的 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对吧 所以这时候呢 他也会感觉更骄傲 ok 所以这两点 六分的同学记一个就行了 然后充七七分以上的人 i think 你应该两个都讲一讲 喜欢做的日常事物 Do children have learning routines 小孩们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学习的这种 叫什么日常的规律 那肯定是 对吧 其实大多数人他并不是智商地 他就是这个没有良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所以absolutely it's competitive world out there 外面非常竞争非常大 Children these days must have a strategy to learn both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nd forming a learning routin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s they should have they should list a to-do list which prioritize essential learning targets finish them before starting ledger activities 所以最后我就解释了一遍 前面都很简单 精神很大 小孩现在应该更加的 productive 其实就说白了 效率更高 然后有一个好的习惯 对他们很好 对吧 然后这个好习惯 他们应该做一个to do this 然后再来分配优先级 把那些需要做的事情先做完 再去玩 对吧 第二题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children having a routine at school 其实第一题就完了 我们说什么advantage to be more productive to be more competitive 就完了 第三题 does having a routine make kids feel more secure at school 会不会让他们感觉自己更安全 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更像是那种 就是你在拖延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 你你为什么拖延症的人感觉很焦虑 对吧 你越拖延越焦虑 越焦虑越拖延有的时候 所以这个呢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 你这个焦虑是出于没有安全感 所以 第四题 how do people's routine differ on weekdays and weekends 这很简单吧 你weekdays的时候 你要去准备上班的吧 你weekends的时候 你就睡觉就完了 第五题 what daily routines do people have at home 大家在家里都有什么样的routine 其实就很简单吧 就是wake up ok make the bed brush teeth get out to work come back at late night take a shower and then get some sleep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人的一天 对吧 i mean the real distinction is what they do on weekdays at home and what they do on weekends at home 他们在家里边做什么和在工作的时候做什么 是不一样的对吧 所以当然他们都干嘛呢 这个第四题我们就讲了 第六题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ople's daily routine now and in the last 15 years 人们现在的这个做的事情对吧 就每天干的事和15年前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觉得区别已经不是很大了 因为15年前中国已经很忙了对不对 so i don't think there's there are lots of changes though people who are working are always busy and trying their best to catch up however one interesting trend is formed during the pandemic that is working from home white collar workers nowadays have more chances to work from home for a few days during the week so they can avoid the rush hour traffic and get more personal things than during weekdays ok所以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可以在家里上班对吧 当然由于现在经济不好 然后那些公司就说你不行了不可以都给我get back to work come back to office come back to office 所以就是资本的资本家就这样对吧 那他pandemic的时候缺人 然后他就说哎呀你们在家工作吧 怎么怎么着 这是我们的一个perk 对吧 这是我们future of work 对吧未来工作就这么干了 然后现在呢经济一不好立马就收回对吧 哎特别无语 投诉 when are people more likely to make complaints 什么时候人们更喜欢抱怨 对吧 我觉得是人们永远都爱抱怨 对吧 但是抱怨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因为就代表大家就是说 对现实不满 所以他才会进步嘛 so people always complain about things in life because they never really satisfy with their current situation 人们永远是不满了 for example people might complain about earning low salary while others may complain about working long hours 有的人觉得自己赚钱少 有人觉得自己工作时间太长 however i don't think this is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because people need to vent 就是发泄 to unwind and maintain a good mental health 对吧他们需要去发泄一下 所以呢这样他们的这个精神才会更舒服对吧 你总藏在心里边最后你这人就生病了对吧 what do people often complain about 人们都complain about什么东西 第一题咱们讲了对吧 就具有两个例子吧 有的人说我赚钱少 有人说工作忙 第三题 which one is better than making a complaint by talking or by writing 你投诉的时候 你是应该用嘴说的还是用写的 我觉得是看什么东西对吧 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就是嘴上说一说就完了 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很serious的话 那就必须要写下 number four who are most likely to make complaints older people or young people 你觉得老人和年轻人哪个人更容易去抱怨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吧 因为老人反正他对这个人生他已经up and down 他都看过了 所以他也他就还好 也会比较淡然对吧 但年轻人现在就是 当然年轻人的生活确实比较困苦对吧 所以说他们肯定会更抱怨 younger people for sure young people often face many challenges in life such as finding a good job 对吧找工作 getting married buy a car and a house just to name a few just to name a few 就是随便举几个例子 ok 所以说他们会面对很多的困苦 比如说找工作结婚买房买车 since they are just starting out and may not be making much money they will feel everything is all of rich all of rich so they will complain more often all of rich就是说 离他们越来越远 就是他们永远出击不到 ok这是很好的一个词 应该把它用红字标起来的 忘标了 other people have already seen ups and downs in life 这也应该标起来对吧 人生的起伏他们都见过了 so they are more tolerant to adversities 所以他们对于逆境会有更多的容忍度 ok 所以还行啊 我觉得这整体来说比较好记 然后里边有很多很好的表达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消息一下 how would you react if you receive a poor service at a restaurant 对吧 如果你在一个餐馆遇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服务 你会怎样 所以我会觉得说depending on the restaurant 对吧 如果你你就去吃大排档或者什么的 那你不应该去期待那有什么服务 或者对吧 但是如果你付的钱很高 因为你去了一个很好的五星级餐厅 对吧 五星级hotel里边的餐厅 或者一个或者一个什么米其林三星 那你的 expectation is high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他service不好 你一定要把他manager弄过来 对吧 给他出出气 迟到 OK part three are you a punctual person 你是不是一个准时的人 of course 对吧 of course being punctual is important for me because it shows respect for other people's time it demonstrate that I'm a reliable and responsible person being late can lead to waste time and frustration for everyone involved and it can also negatively impact my reputation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答的很简单 就是说 表达了我的尊重 对吧 尊重别人的时间 同时呢 我还是一个就是值得信赖的人 靠谱 对吧 然后我再反过来讲一下 那如果我总是迟到怎么办呢 会浪费别人的时间 而且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同时呢 可能会影响我的名声 对吧 很简单啊 所以六分同学呢 你在里边减几个 你自己好说的就行了 那七分几以上的同学 多学一点 对吧 甚至就是答一样的就最好 do people think it's important being on time 就跟第一题完全是一个题 咱们就不讲了 第三题 do you always avoid being late 跟第一题一个题 对吧 为什么呢 of course always avoiding being late because it's important for me to be punctual because it shows you respect 这些那些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不说了 第四题 why are people often late for meetings or appointment 为什么人们总是迟到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吧 其实人们也不怎么迟到 对吧 但如果他非这么问你的话呢 那我就觉得说 那就blame the weather blamed 一定有提 do you think people are born with time management skills or they can develop them 你觉得人们是不是生下来就会安排时间 还是说他们就是后天学的 我觉得肯定主要还是后天学的 对吧 就是因为你说谁生下来是为了干这么多活呢 你想之前原始人 或者说我们的technically几百年前 对吧 人们其实一天工作不了多少时间 大家都种地 或者打猎 你说我今天干两个小时 抓了几条鱼够吃了 完了 对吧 我又不需要攒钱买房 干嘛干嘛的 对吧 我也不需要攒钱养老 因为基本上35岁大家都死了 生完孩子把他养大 自己就嗝屁了 对吧 所以就是完美的一个循环 那现在的人们就活的时间太长了 就 然后又很久了 对吧 所以你才需要time management time management skills can be developed by anyone 每个人都可以学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naturally inclined to be organized or not 这个有点难这个句子啊 你六分的选手可以忽略 就是说不管他们是不是天生下来好像就是不是特别的organized some people may have a natural tendency to be more organized and efficient with their time but everyone can learn and improve their time management skills through practice making a to do this is one of the easiest effective methods of improving time management 最后我再举了个例子对吧 所以你看如果你是六分选手 你基本上从这里到这里都可以不讲 你都是不讲就完了 然后你就直接给他举个例子 你看我做to do this就特别好吃 对完了 然后对于那个七分以上的同学 你可以考虑就是说加一下这里边的话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天生就天生确实比较时间管理能力比较强 但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进步 比如说学一下用这个to do this ok 好消息 但其实呢是你熟人的好消息 不是你自己的好消息啊 is it good to share something on social media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分享东西是不是好事 我觉得整体来说就就还可以吧 反正你分享无所谓 但是你别弄的太personal对吧 到最后就是你所有信息人都知道 然后最后可以去pretend to be你 然后来骗别人 in general it can be beneficial in many ways such as sharing interests and informative content and building a personal brand 建立一个个人的品牌 however people must also be mindful about what to share for example someone got killed because the criminal does not agree to the personal's political view which was shared publicly on social media 这个事啊美国还是哪儿见过一个这种事儿 就是这个人他是一种 他总在网上讲这个政治化的东西 然后但是有的人就不同意他说的嘛 尤其是批评特朗普啊这些那些的 然后穿粉对吧 就回来把他干掉了啊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分享什么内容 should media only publish good news 这肯定不是 因为理论上媒体应该就是好事坏事都讲对吧 因为他要是中立才可以 how does social media help people access information 社交媒体怎么帮助人们获取信息 这很简单吧 因为大家就是分享嘛 那你就在网上搜就行了 所以什么都有哈 social media allows more transparency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is published in a decentralized fashion 这个确实有点难对吧 六分同学到这就行了 transparency就行了 就是透明对吧 信息更透明原因就不讲了 然后高分选手原因是怎样 因为人们是一种 它是一个啥 叫做非 叫什么 非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东西不是一个人发布的信息 对吧 不是官方发布的信息 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信息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更多的透明 for instance in the past it's hard to know compensation for different job titles and careers because companies normally disallow their employees to share it 之前呢其实很难知道一个公司到底就pay多少钱 但现在 past or current employees can publish that information online anonymously 人们可以就是不露姓名的去发布这些信息 so job seekers will have more idea about the posted job 所以反而现在呢基本上你在哪赚多少钱 大公司的话基本都能搜到 对吧 what kinds of news good news do people often share in communities 人们一般都分享什么好的消息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谁结婚了 或者说谁家考上大学了 反正就这些嘛 do most people like to share good news with others 人们是不是喜欢分享很好的信息呢 it depends on whom to share like what we have said about sharing good news in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common however i would say people like to share good news on social media but only if they are posting anonymously people in china generally like to lay low ok 我觉得大家主要呢还是比较喜欢低调对吧 所以在网上如果发好消息的话 都是匿名发的人比较多理论上 ok 所以当然你可以不同意这个说法啊 我觉得这个确实也不是100%correct 但是无所谓我们口语只要你把它讲出来就行了 对吧 所以我就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社区里分享 但是如果在网上分享的话呢 通常就是喜欢匿名分享 do people like to hear good news from their friends 人们是不是喜欢从朋友那听到好消息 我觉得嘿 这是个很难答的东西哦 大部分人都是怎样 这是很贱的一个心理就是什么 笑人无度人有 对吧 就是你别人比你过得差 你就觉得哈 你很烂 你怎样 就觉得自己很有优越感 但人家一旦过得比你好一点 你就嫉妒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 这就是人的劣根性对吧 这也不分人种啊 其实童年喜欢的活动 is important to have a break during your work or study 是不是在工作学习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这种叫做休息 那我肯定有事嘛 因为至少是防止你那个过劳啊 或者就是疲惫啊这些东西 然后同时增加效率 对吧 你这么一讲就完了 yes it's important to take breaks during work or study taking regular breaks can help people to prevent burnout and fatigue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concentration and improve overall well-being well-being是健康的意思 千万别忘了 what sports do young people like to do now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玩什么运动 我也不知道他们喜欢玩什么运动 但可能就是 我感觉整整体做运动的人就变少了 但现在人们就喜欢去健身房对吧 因为时间更可控 然后大家 你很你这么忙 你很难约一帮人对吧 去打个球 而且哪有那么多运动场也很少 i think for young people young chinese people sports are no longer as popular because people are just too busy however that does not mean people no longer exercise they prefer to go to the gym and build the areas they want to focus on which makes them healthier and in a better shape 对吧 就是 就是他去练他自己喜欢集中 就是他想练的那个部分 所以呢 既让他更健康 又让他身体更好对吧 身材更好 are there more activities for young people now than twenty years ago 二十 你跟二十年前比起来 是不是现在活动更多 我觉得很难讲啊 只是说活动不太一样的题 can most people balance work and life in china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对吧 for working class people living in large cities almost impossible due to high competition long working hours and long commute hours 在这个大城市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工作压力大 竞争大 工作时间很长 而且什么 通勤时间很长 所以你就没时间了 你哪来的life 但是呢 people live in smaller cities 小城市can balance work and life quite easily since they don't have those issues 小城市人一般没问题对吧 上下班五分钟十分钟 然后那个你也没什么事干对吧 然后也没那么大的竞争压力 what activities do children and adults do nowadays 现在小孩和大人都干点什么事 开学第一天 what do parents prepare when their kids go to school on the first day 第一天上学的话 他们家长都会准备点什么 其实刚才咱们的那个partout里边 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啊 what parents will prepare a school bag with all necessary school supplies such as notebooks, pens, and pencils more importantly a word of encouragement to help their kid feel confident and excited about starting school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 a word of encouragement 对吧 就是鼓励一下 然后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天 ok how do children socialize with each other 人们都怎么着 socialize 其实很简单 玩闹课间的时候对吧 就完了呗 children are super active so they typically socializ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playing together during recess or free time many people join clubs so they can meet new people from other classes and participate in club activities to build friendships ok 所以就很简单 就是课间的时候玩 然后很多人还会去加入一些社团 然后可以认识一些其他那个班里边的人 对吧 建立友谊 is socialization important for children 小孩社交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对吧 尤其是小孩 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玩嘛 就是交朋友 course is super important it helps children develop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y need to navigate and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around them socialization helps children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form relationships and understand and follow social norms 后边这个你看我举了很多例子对吧 六分同学记住俩基本上就够了 然后高分的你可以再看心情记 然后但整体来说我们这道题最主要就在这儿 他可以帮助他navigate and interact with the world around them 你说navigate interact就行了对吧 navigate不好讲 就就用interact 对吧 就怎么跟这个世界去交流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建立一些社交的能力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才知道怎么在这个社会去生存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job change 人们为什么要改变工作 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为了多赚钱嘛 对吧 so the primary reason to make a higher salary companies don't have incentives to increase employee salaries every year so job hopping is essential for someone who wants to increase their earning potential 大部分时候你如果待在一个公司 你工资涨的幅度是很小的对吧 但是如果你跳槽job hopping 其实呢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你赚钱的潜力 usually they can get a 10% to 30% jump in pay by hopping to another company 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在30% 10%的话一般人也懒得去跳对吧 30以上的比较多 are big companies better than small companies why 大公司和小公司有什么区别 或者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 他们的请供所长 所长的比较多数颗 加价钱 中国公司 还是大流产的 because both are essential to a better society 对吧 所以这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说 大公司有好处 因为呢 它通常物美价廉 而且呢 这个品种比较多 对消费者更友好 对吧 但是 它不像小公司 通常呢 它是也想 因为它比较依赖本地的客户 所以它也比较 想做一个好人这种感觉 大公司很多时候呢 他们只是为了它的股东 对吧 所以呢 它这个 很多时候做一些坏事 就为了多赚点钱 所以整体 但整体来说呢 我就是对这两个都OK 因为他们在社会都重要 第六题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ming along with changing jobs 这个跟好处坏处 改工作的好处坏处 这之前咱们讲过 就是刚讲了 至少你能多赚点钱 当然坏处也有 我们来看一下 Some advantages include a better pay and perhaps a higher rank position with increased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horities Some disadvantages are getting into a toxic work environment and increased stress due to the higher expectation by the new employer 所以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好处 我们说了嘛 你就可以拿更好的工资 同时也有可能是 更高的一个头衔 对吧 然后呢 同时你可能 以多一些责任和权利 但是坏处就有可能是 你进的这个公司 它的这个工作环境 不是特别好 就是人们内部 对吧 可能相处的不是很好 然后呢 也可能增加更大的 你的压力 因为这时候 你的新雇主 给了你更多钱 同时呢 也对你有更高的期待 对吧 和别人一起做的事情 How do people get along with your neighbors 人们跟 怎么跟邻居相处 我觉得最简单 就是说 你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印象 就是你自己要是个好人 对吧 然后呢 可能就是一些互动 对吧 你互相帮个忙啊 什么的 first you must act respectfully to earn a good impression to strengthen relationships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is to ask for a favor but make sure it's a small thing that can be easily dealt with and offer something in return this way there are more in-depth interactions than just saying hi to each other 对吧 所以这儿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你让他帮你个忙 然后呢 你再给他 就是给他个礼物啊 什么的 对吧 offer something in return 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interactions 可以给你更深层的这种交流 而不只是每天打招呼 How do neighbors help each other 人们通常都怎么帮助彼此 我叫好像地点类 还是哪儿 有一个题 我就说 大家会帮忙 check这个邮件 Do you think neighbors help each other more often in the countryside than in the city 我觉得这肯定的 因为城市里边整体来讲 就是大家都很忙 就很多人连自己邻居是谁都不知道 对吧 当然如果你在乡村的话 谁都认识谁 所以互相帮忙也很 这个频繁 How do children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人们都 小孩怎么这个互相的合作 对吧 所以其实呢 也很简单 就是 我觉得就是玩游戏 然后运动 Most children learn it through playing team sports or group games that requir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During those activities teachers will praise children when they demonstrate cooperation which reinforce cooperative actions 比如说在这些活动的时候呢 老师通常呢还会表扬他们对吧 如果说他们合作得很好 这样的话呢也会强化他们的这种合作意识 Do you think parents should teach children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how 你觉得家长是不是应该教小孩应该怎么去跟别人合作 然后怎么去教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保留题的时候 有很多关于这个家长怎么教小孩的东西 其实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要以身作则 对吧 言传身教 你不能管是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说教不管用 如果家长自己也很爱 就是说去跟别人合作帮助别人 小孩自己就学会了 Yes, parents hold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ng their children about cooperation cooperating with others parents must lead by example 树立个榜样 and be a team player themselves kids always imitate the actions of their parents if they see their parents work together to complete things all the time they will do the same 对吧 如果父母互相合作 然后小孩看到了 他也会觉得啊 那我也应该是这样的吧 互帮互助 Do you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children to learn about cooperation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学这个东西 我觉得肯定呢 首先就是你这样更好建立友谊 然后呢 通常呢 也可以一起完成更多的事情 好 那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 Should everyone know history 人们是不是应该都学历史 Well, this is hard to say because it's not necessary for everyone to know every detail of history However, having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in history can be beneficial for people because history always repeats itself so they can still obtain valuable insights from learning history 我就说其实并不一定 对吧 然后但是整体来说 你学一点还是有好的 因为呢 历史总是重复他自己 所以如果你学了一些历史 你还是可以获得一些什么 这种insight 对吧 一种洞见 In what ways can children learn history 小孩们可以怎么学 那很简单嘛 要么就书本 要么就看什么历史节目啊 然后看一些纪录片啊 这些或者听父母讲啊 都可以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earning history from books and from videos 这不就我第二题刚才就讲了吗 那整体来说就是书子啊 Tend to provide more in-depth and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events and figures whereas videos can promote more engaging and visual ways to learn about history 一个是就是更文字 一个是更吸引人的 对吧 I think for most people a combination of both can be more beneficial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两个都看一看是最好的 对吧 所以其实最后就是说个废话 你懂 但是无所谓嘛 这种口语就是这样 你可以 你评论的时候 可以就说句废话 就是我觉得俩都挺好 第四题 is it difficult to protect and preserve historic buildings 是不是保留保护这个历史的房子 building是不是很难 我觉得 of course yes historical sites are usually more costly to maintain for local government as a result many government build an active tourism industry to help with funding which reduces the burden on the government ok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地点内 我们有一个题目就讲这个 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有历史建筑的地方都是旅游景点 对吧 那主要就是因为它太花钱了 对吧 所以大多数的政府呢 就是一定要有一些旅游业来把这个钱搞定 所以它的difficulty主要是体现在钱上面 这样的话呢 降低这个政府的压力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historic buildings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吧 对吧 无论你是游客 还是你是政府 还是说你是什么non-profit whorever 这应该是一个什么 叫做shared responsibility who should pa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 buildings 其实整体来说 所有人都在pay 因为就是说你政府的钱哪来的 不也从那的税来的 所以其实是一样的 like I have said the cost of preserving historic buildings can be significant and is typically shared among multiple parties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will provide fundings however that money is majorly came from taxpayers so technically all taxpayers are paying for the costs s since they are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s tourists also pay for it by purchasing tickets and merchandises at gift shops 就完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那个公民怎么花的钱 就是说因为你你纳的税 然后政府花钱去去保护它 就代表你也花钱保护它了 然后对于另外一个收入的话 就是找游客 对吧 游客买票 然后他可能买一些礼品 在这个礼品商店买一些商品 也可以帮助这个相当于这个景点 然后收一些钱 然后来去好好的保护它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事件类的话题 也是我们所有的一到四月的这个新题的部分 题目比较多 其实这次主要体现在了part three的题目 比之前要多 这有好有坏 但我觉得呢 part three反正呢 你对于六分同学对吧 你主要需要掌握的就是你题都能看懂 到时候你答的时候不跑题 你大概都有思路就行了 所以你的重点是在于part one part two要学好 part three的话 保证你的这个题目都看懂了之后 如果有的题 你三秒钟之内自己一点想法都没有 那你就好好学一下 如果说你有想法 你基本上就听这个课的时候 你把它听一遍 把那个思路标记一下 过一遍基本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按着自己语言去答就行了 你不用太focus在上面 一和二主要focus一下 对于重七七分以上的同学 三是你的需要集中一些精力的地方 所以again三秒钟没有思路的那个题 要好好学 有思路的题 你就可以就ok 借鉴一下我里边的红体字 就行了 没必要全背 好吧 那祝大家考试顺利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